我看见咱们团这银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 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 你要不给我拜年呢 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 过了一六到一七 可以这么说 送走了猴迎来了鸡 大人啊 瞒不住了 出来打个招 过来好 好好说点拜年车 如果我没太说的话 如果我现在没太说的话 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 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不是 不爱说 给我打不得给我打不得像个小天仙 离我来的养蛤蟆这地方换我啥呀 啥小天仙 我这不出来连你找工作来了嘛 别老小小养蛤蟆的 就咱们村子这几年你是没在家 这蛤蟆像唐大蛤蟆给养了越多越大 那有多大 多大 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五百强企业之一 我们乡一共有四百九十九户 它是五百强 你们抢哪去呀 他要扩大企业 招收高端人才 我为什么把你打扮这么潇洒威武八七岁 我怕人瞧不起你 也不问你咋办呢 瞧不起我 我还不用他呢 只说不留爷子有小老院 我是金子 我是金子 我吃到有一步 我吃到有一步 还你怕我 发不光啊 这孩子你回来回来 你能不能 这词啊一会儿进屋了给唐大蛤蟆用上 多说点文词 当今流行的词 你这套词一说出来 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下 你知道吗 我帮你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呀 FG呀 WC啥的就得用 那我总去 那行 你把这拿了 拿这玩意的 拿酒干嘛呀 你傻呀 大过年那你能空俩手爪扇人家呀 我根本就不想扇人家去 我学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 我在城里边学的是 用计算机控制挖掘机炒菜 我上这个好 我上这地方 我上那羊蛤蟆这地方 我还能甩子啊 我 你还吃花脚了 这样 那甩子那蛤蟆 比你甩的多的多了 它又用你甩啥子 我告诉你啊 如果唐大蛤蟆要把你招收过去 就算完成了你老姑一个心愿直度 懂哪事 听着吗 听着吗 一会儿几乎千万忌妒 你管我叫老姑夫 你管我叫老姑夫 那我不胡吧 咱俩就装不认识 听着吗 不认识干啥呀 你养蘑菇多有名啊 认识你多有面啊 有什么面啊 你是不知道 乡亲们现在都知道 我跟唐大蛤蟆 我俩从小就不太和谐 和人差五 我俩就出去 以武会友 不太和谐 你不知道是咱俩 是青年 也不能用你 你就站着别动 好 听着吗 听着了 到时看我眼射形势 你进屋了 我看着你什么眼射形势 听声会不 听声会 我总听到儿了 听声 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 操着起来了 操着起来了 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了 你要给他一嘴巴 我哐给你垫头 就这么干 就这么干啥呀 就这么干 我俩要操着 你就带外头别进屋 听着我乐了 马上进屋 听着没 记住了 记住 进屋 别冒虎壳 老文词 记住没 记住了 咱俩什么关系 我不是你老姑姑 打吗 你再瞎了 我 怎么呢 你们笑了吗 我不笑秃了了吗 找个滚路 打吗 赛家呢 刚才那人谁你认识过 你认识不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我都没手准 那是什么玩意儿呢 那都啊 是吗 不是你来干啥 我过来看看你啊 我过来看看你啊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啥话你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行了今天你赶的不久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赶紧就回去哦 别这么说话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住了是不是你还有啥发愁的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 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呢 你过来 我说大毛哥 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 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 哎这事你怎么知道 有没有这事 有 有啊 有 我也是想懵呗 哈哈哈 这这这不信了 伟东 怎么 精神不正常 啊 哈哈哈哈 你吹 谁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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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不吹啥的跟你有关于啊 出去 刚才是不是你吹了 我吹了咋的 确定是你 确定是你吹了你没吹对不 我吹的 啊 我进来了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好 他蛤蟆 哈哈哈 啊话说啥呢我大肚大把牙子你踢掉 哈哈哈 啊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 这也是唐 唐老板 请请看 我不认识你 哈哈哈 唐老板你好 我叫 周大鹏 叫我小周就行了 哎呀 你就是小周 哎呀 出师见面 两瓶薄酒 不成敬意 还望你 还望你 从我手中 把他接过去吧 哈哈哈 不是 我想问你 出师见面 你为什么给我送酒 是 谁让你给我送的 啊 啊 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哈哈哈 是吗 对呀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 海业太好了 哈哈哈 哎 哎 行行行 请坐请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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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俩认识 你咱俩认识 我不认识这个 陌生人 我们有事 啊 你 你坐下 来来来 你赶紧靠边 我们谈事呢 快快快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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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扶你了 扶你了 哈哈哈 你这 缺人吗 啥话呀 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 缺人才 缺人才 我就是人才 哎呀 谁用我谁发财 哎呀太好了 那这么说小周同志 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我说就你来了 就我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 生机勃勃 哎呀 伯大精深 生活有机 虚狗害猪 我长这么大顺书 没听过 没听过 就这么棒的潜台词 说心里话 他在我心目中 就这个人 听他说这句话 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我说你这别说话 行不行啊 我们这在谈正事 你说你点后边巴巴巴 你这样你能呆 你就呆一会儿 不呆你就走 这个不欢迎你行不行 你干嘛呢你呆这 你这么大顺书 你没眼泪劲 哎呀 这你来 这哎呀 还整这么一大桌 这一盘菜呀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 但是意相当的深远 看见没有 这就鳞蛙 是我亲自养的 这盘菜是今天 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 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哎 商业说 无功不受禄 大丈夫不识 节来之时 就凭盘凑菜 最想腐蚀我的灵魂 什么意思 不拿你钱柴 不替你吃 吃蛤蟆 那个 有酒吗 哎 有有有 我现在给你请 哎 大蛤蟆文兄 这酒啊 说心里话 就这酒我都没喝过 你尝一尝 怎么哪都有你 那个陌生人 那个陌生人 你也过来 尝一尝呀 可以呀 喝什么意呀 可以呀 去去去去 小周同志 这个蛤蟆呢 你可以先尝一尝 完事呢 吃完以后 我有个事啊 想详细的问一下 就是 你头两台给我发 那个叫 PPT啊 P什么 P什么 就是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 哦 等你吃完以后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先吃 我到后边 我去把那材料 给你求来 行不 好呀 好好 你慢用啊 慢用 P什么 P什么 没加到微信呢 没加到微信 他真的不值 你好 请问唐主在吗 哪位呀 我是乡长 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 前两天啊 我给唐总 发了一份 PPT 啊 哪个 哦 你就是 你就是发 PPT那小周啊 对 是我 没事了 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不是啊 我发这份 PPT啊 对唐总来讲 是相当重要 相当关键的 没用 你发完 他也看不懂 你都不如发点笑话 或者表情啥的 不是 那个 请问您是 我 我就是 唐老板是老大 我是唐老二 你有事吗 有事 我跟唐主今天约好了 改天了 啊 我没得嫁 你出去吧 去 没带吗 没带 我就约好了 去去去去 别吃了 别吃了 整咋变了 咋变了 您唐老板 找那小周真来了 啊 那我赶紧吃 一会儿不想吃了呀 不你心这么大呢 哎呀 不是啊 小周同事啊 你看看 我那把这个PPT都列成了 这个我问一下 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谁找我呀 哦 那是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唐总 哦 你好 你好 这个你听我说 这是招出服务员的 先来一趟 让我给打不走了 你招服务员的 他上饭店呗 他上这干啥的 啥话呢 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 这小子挺聪明 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 我说先他走啊 就他来了就别走 这样 既然你来了 我给你找点活干 你把那碗筷啥的 给我收拾 我呀 对就你 对 那啥你 这玩意就得从机城做起 你慢慢干个活 是不是 你去收拾这东西 那个下周啊 没招呼你呀 你爱啥呀 你收拾桌子 那个你赶紧干活 对影响我们的开事 那个小周啊 没吃完 那个烫不熟 我问问你啊 我首先问你 请教一个问题 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这个碳排放 哎呀 问题问题问题好啊 问题问题好啊 碳排放 嗯 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什么意思 吃火锅 咱们是不是 总喜欢吃那种 铜的碳火锅 有时候是那样 以后改成电池炉 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吗 哈哈哈哈 不是 你这个跟我养驴蛙 它有什么关系呢 养驴蛙 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 以后尽量少烤 你可以红烧 或者是生吃 在那辣根上去 这位小兄弟 挺有才呀 但是据我所知道 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国家 正在倡导 低碳经济 和绿色经济 现在咱这个铃瓦养殖 也得跟着社会 和谐发展 说白了 它得有可持续性 它跟你这个什么 烤蛤蟆和火锅 它有关系吗 你这么说 你这么回答啊 对方 你这么回答我 你这么回答也对 但是那个老婆 是不是应该 有所作为了呢 你 对对呀 你干啥的 你干啥 人谈正事 你是干啥的 不是 我不 去扫地去行动 会扫的 人谈正事 这样这样 来来来 那个你不用走了 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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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你上这 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众仇是怎么回事 好了吧 有点说话 有点不拿我当人了吧 我问你怎么瞅啥说话呢 众仇 众仇是 这还不都 你来 我演一下 靠边来 众仇 什么意思 种地懂不 农民种地 农民每年都在种地 那 他每年都种 是 他每年都 每年都种的情况下 今年 种啥呢 种 今天种的 今天种点啥呢 仇啊 种啥呢 你可拉倒了 他还仇 可是不怕你仇死 你还得仇 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我理解的这个众仇啊 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 说个最简单的 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 共同干一件事 说白了 这是对您 是一件好事 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愁 那有什么关系啊 你靠边吧 你这 我对你下位 还当服务员 你们吧 你们别瞎操 这没意儿 没有用 这小 你哪的 你服务员 你就扫地就得了 这么大老板 他对钱发愁吗 他 这是啥概念吗 不是 你们干嘛呀 不是 你们弹事是我弹事 那来来 你弹我走 行不 还有问题吗 不是 那我 我再想问一下 IPO是怎么回事 问对人了 你爱过P吗 懵了吧 IP就是打雷 就 招雷P 就是IP 那么IPO呢 P完之后 KO 我明白了 就是你应该给开倒了 起不来了 是不是 P倒了 你瞅你这样 你是没少IP啊 而且还P的挺严重的 别这样了 谁也别这样 他P那回事 我就回来 我不知道 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谁到了 你来 你会来 唐总 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 什么叫IPO 首次公开募股 就叫IPO 你今天也没解释 你再看看你说的 能一样吗 来来来 你过来 你过来 你这么愿意抢答 我问你一个问题 说一个企业 要想搞得好 在销售这方面 你有什么办法 对呀 叛唤 你说吧 笑话 笑话 叛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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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咋是才语吧 哎呀 一个字 什么 喝 喝 喝去嘛去吧 来 很简单的 来唐老板 很简单 嗯 比如说你是老板 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好 是不是 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 嗯 好吧 我让你记住年轻人 咱们谈的是生意 是不是 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 这解决不了问题 干了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干了 你干有用吗 给面子不 我凭什么干呢 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这不是哥们不 啊 去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 把单拿来签了不就完了吗 啊 你喝完这么多酒 我就把单拿来就得签 这就叫谈事啊 不签是不 有你这么谈的 就是不签是不是 你行了行了行了 比我是不 比 还比我呗 比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 我就签不了你这个 我比 行了 别喝了 这么货 什么这么货 这是服务员 你是服务员 怎么跟老板说话 我怎么跟说话 什么年代了 还是这么败 什么货 什么什么货 跟你说什么货 我说这么货 我货不货 我半天我那又没说货 我哪有你这么谈满 你半天一个 你没有能力 你有实力 你有能力 我把我买货 谈完你再死 你啥的没怎么用 你干什么酒你 师傅刚才 谁拿机关枪 扫我一下子 小泽同志 你也别生气了 遇到这种人 没有办法 这样 你呀 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当你回答我 第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 我不瞒你说 这才是真正乡长 跟我派来的人才 小泽 你是个人吗 你是酒蒙子 太气人了 来来来 你上那一百瓶 来 酒酒蒙子 小泽同志 我不瞒你说 就像你这类的人 我是盼星星 盼月亮 今天是终于把你给叹来了 唐总 说句最心里话吧 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 在外面这么多年 掌握了一些知识 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 还得回归于农村 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 干一番试验 我早就听说呀 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对呀 咱们村里人都知道 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 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拿去 拿去 别说是大王 别说是大王 拿 我电话是行不 电话是 电话是 你说不要不要 不要再说 要是 带一点 拿我大人不 大什么人 你自己都带给大人 大什么人 久仰久仰久仰 早文大名 您就是蘑菇大王 这就是大蘑菇 唐总 这样 你的零瓦产业 或者蘑菇产业 如果要是强强联手 互相配合的话 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事业 就会面向全国 走向世界 太好了 我希望咱们两个 强强联手 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 共同发家致富 你看怎么样 没毛病啊 唐老板 我就有一个要求 你说 能不能请我 大方来吃顿林瓦 没问题啊 咱这样 以后咱们在一起 吃饭的时间还长呢 因为啥呢 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 在我的心目当中 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 哎呀 走 走 走 快酒下 来酒下 走 谁是最佳合伙人 说谁 谁跟谁是一伙人 电影二都不让 电影 电影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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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